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5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你現在收聽的是 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 我們的節目 全部都移私了過去星期二日報後的頻道 請大家稍意欲報 我們的精彩節目盡在星期二日報 看到 沙沙國際郭兆明 這個 自由行就領到盡了 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結果大量買物業 當然現在看到細息不對 即時劈加賣 現在其實賣多少都是賺回來的 因為 很多人 這幾年的物業已經輸到偶突了 不過郭兆明當時就不算買很多 可能都買了幾十億的 但是 相比起他自由行的錢 就不算多 現在劈加大劈 九肚山豪宅 最低的減一半 當然後市當然是不好了 香港有隻楊五毛 叫做盛志文 他大讚李家超 當然啦 讚李家超的同時 即時就踩下林鄭月娥 梁振英 曾任權 董建華這些特首 全部都沒有用 最好的就是 李家超 他應該唱張學友的首歌 《還是覺得你最好?》 究竟大家同不同意呢 我們 鏡頭一轉 關注北京的中產 原來現在北京很多米芝蓮餐廳倒閉 北京以往 是一個很高消費的地方 甚至乎 消費比香港更貴 上海已經不便宜了 但是北京更貴 因為 全中國 最有錢的權貴 不斷往北京 擠進去 想 進入這個權力核心 或者是親近權力 所以北京 物價各方面的消費也很貴 而高級的場所比香港更多 米芝蓮餐廳在北京不少 其中最近有一家米芝蓮的三星倒閉 因為他說客人少得可憐 現在北京的中產 連一餐似樣的 晚餐、西餐都吃不起 當然啦 主要就是因為經濟不好 外資走了 還有甚麼心情吃貴的東西呢 下一餐也不知道有沒有著落 中國的水災 中國政府 就撥了3000萬給河南抗旱 3000萬在河南有1億人 平均每人分到三毫子 而中國在河南有很多土地的 農民 也是每某土地 分到三毫子 那麼大筆錢真的花都花不了 結果他們就下了3億 這個匪制就收足公路 3億美金給匪制 匪制跟 河南的面積差很遠很遠的 人口河南多於一百多十倍 整億人口的河南 土地亦多於匪制很多很多 結果中國 自己人就比三毫子 外國人就比很多 寧贈外邦就不予加勞 中國人看在眼裡 第一時間 誰是你的敵人 大家心自肚明 市場再度傳出流殼被捕的消息 去年已經傳過兩次流殼 去年年中就傳出他被調查 被中紀委查 到年尾就直接說他被捕 本來就說他是參與反習的政變 現在就說他是美國特務 其實在中國 個個都可以是美國特務 又或者是英國特務 只要 當權者想你是 你就是 或者當權者覺得你是 你就是 而劉鶴其實只是 幫過習近平的契弟 我們再關注一下人民幣匯率 最近在岸和離岸都跌穿了上年11月的低位 而且不單止人民幣跌 連勞布對人民幣也急升 令到人民幣成為了地底泥 因為勞布已經是全世界沒有人要的貨幣被撤棄了 結果人民幣對勞布也還要跌 你想想 原來俄羅斯人瘋狂拋售 中國你要幫他兜底 人家拋售你就要接了 用甚麼來接 就是美金 人家拋售人民幣換美金 你 就拿美金去換人民幣回來 結果成手垃圾露布 然後呢 還有 還有 就是損失了大量的外匯儲民 那麼多精彩節目 盡在星期日報 希望大家過去 欣賞以及支持 多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最後是誰向你把酒店負責人下穴 ú 你也會用麻煩的了嗎 然後